不好意思啊 我覺得麗花比較美欸 哇 麗花跟阿士誰比較美啊 好 各位觀眾 300站 我們開始抽 好不好 喂 各位觀眾 1788不要9 直接中金了 倒金 一紅 來源聖靈 鬼島金 當前部隊鐵砲攻擊提升6% 欸 可以重新招募欸 可以招募到你要的是不是啊 哎呦 可以選到你要的為止喔 城中 我不原青 不要 田田麗家 不要 一條四康 歪啦 田田麗家 前景出 水蜘蛛 這次一看就很強 不用考慮啦 就是你啦 這個一看就很強啊 完全不考慮啦 要完成第九張任務 哎呀 我跟你講抽到這一張完全不用考慮啦 來 最重要的來啦 玉蘭 資田信長 哦 信長 好帥啊 信長就是帥啊 我要信長啊 好來 GO 晚上好 晚上好 來 一發 入魂了 哎呀 圓村啊 圓村啊 你幹嘛啊 圓村啊 圓村啊 去叫德川來啊 又來一張 六角之外 六角之外 哎呀 緣分激活 你們兩個還有緣分哦 好 你們去緣分吧 你們 給我資田信長啊 德川也可以啊 大鵰 啊 不對 大祝賀 臉好黑 好像有金光哎 有啊 資田信長 來贏聖靈 霸王之輩 這支一定強啦 主角哎 贏啦贏啦 無敵啦 我說實在話 我真的很喜歡他的BGM 那這個能不能下載給我用啊 你們會不會聽到這個BGM覺得 很有那種熱血的感覺 給大家科普一下哦 信長之眼望這個年代忍者是很盛行的哦 所以很多有關忍者的東西哦 這個我們這邊有一張 轉封令哦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這個 組成移到別的地方 譬如說 哦 你的 你的家在這邊 你的家在這邊對不對 旁邊剛好是你最討厭的人哦 你就可以使用 千層 移動到你的朋友附近 譬如說 這個烏拉拉是你的好朋友 你就把他移到你家 隔壁 可以互相支援 知道嗎 不是說你這個地 這個位置是不能改的 位置是可以改的 好不好 那至於工程呢 一般來說就會工 你比較 戰力比你弱的人 或者是大家集結一起去打 譬如說像我 我可以先偵查這個人 偵查這個 太陽公社的日輪 好我們來偵查他 如果他的戰力比我們第一支援又很多 我們就可以去打他 去搶他的資源 知道嗎 搶他的資源 當然我們也可以打這個野怪 好像這個竹青野道 這種小小野怪 也可以拿到很多資源 緣分 少一隻得川家康啊 少一隻得川啊 哇可以隨機獲得一隻武將 增田幸村 這一隻應該是超強的 來 完全不考慮了 加9 進階 再進階 瘋狂進階 ok 這樣我這隻應該是超強了吧 主練一二這兩隻還要再練 好啦自將也搞一隻好不好 不然等下人家說我游泳無謀怎麼辦 這三隻當主要先鋒好不好 五 五桶製各一隻 擊敗竹中 半兵位 go 竹中怎麼會是我的對手 出真 我用快速編隊試試看 喔 他怎麼沒有幫我排第二隊的那個 他沒有幫我排第二隊的先鋒喔 天手12級才可以 好他幫我排這樣就這樣啊好不好 應該很強吧 go 我明確實有一統天下的潛力 我敗了 我剛剛招募的那個可以去領了 有潛田青刺島金蜜紅 潛田麗家跟麗花 有有麗花耶 不好意思啊我覺得麗花比較美 我覺得麗花比較美 阿絲 阿絲 為什麼 敗國之花為什麼 欸 他剛剛並沒有寫說裡面有阿絲啊 喔有耶 哇 地花跟阿絲誰比較美啊 應該是阿絲比較美一點 好啦各位觀眾 這個喜歡星星長之野望的朋友 喜歡這個類型的朋友 星星長之野望 我覺得 我覺得 這遊戲坦白說這個做的還不錯 我說實話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特別是他的BGM 我覺得很好聽 老爹在二輔 老爹在二輔